大家好,我是深入人心的成员同桌 马上要医考了 我要分享一下我医考的小经验 给今年参加医考的同学们 祝大家都能考一个好成绩 像一般医考啊,大家都会很紧张 当然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劝大家要保持一个相对紧张的一个状态 不要全被紧张给压狂了 所以说选歌就很重要 你要选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歌 要给考官看我们最好的一面 对不对 所以说选曲一定是在自己音域范围之内 在自己黄金音域的范围之内来选歌 一定不要去追求高音 去拔高自己 或者是在自己最好的状态的时候 才能唱的歌 去拿去参加考试 这样是非常不合理的 一呢,你的肢体顾不上了 二呢,你的表情管理没有了 考官看的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如果你只在乎这个歌曲的难度 我觉得就有点钻牛角尖了 考官更多的看的是你的潜力 和你的发展 这是更重要的 见到考官的第一面开始 其实就是考官对你的第一印象 说话的时候还是 老师好 我唱的歌是什么什么什么 一定要精气神要在 站就是站 坐就是坐 这个东西是考官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再一个就是你的表情管理了 唱歌特别需要表情管理 不要尬笑 看到考官的时候 大家可能说 我要一个很好的状态 我要面对考官 各位老师好 各位听听老师好 人人人人好 然后那个脸一直都是笑的 一定不要一上来就这样 大家都是保持一个相对尊重的一个基础上 我跟你正常的交流 我想考您的学校 你来看我合不合适 其实就这么一回事 一定要自信 就是老师你好 我叫佟卓 我带来的曲目是什么 大大方方就好 首先你的命运表情是要放松的 人放松的时候是最自信的 一直尬笑 其实会透露出一种不自信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马上就考试了 祝你们都能考个好成绩 ciao 拜拜